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阳 本来摸有北方的面好 青麦郎谈面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9月16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多余种人们纪录片 《最异是杭州》在杭州开机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方纪录片 嗨亚运同步起播 纪录片《最异是杭州》 聚焦在杭州工作生活的中外人物 从他们的视角 展现杭州眷勇的文化底蕴 强大的科技创新活力 绿色发展的城市理念 节目将通过总台 68个语种面向全球发布 纪录片 嗨亚运首次全景呈现亚运会 70多年的历史变迁 节目将于9月16号至19号 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首播 央视频 央视新闻 央视体育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上线 日前根据作家吴玉辉撰写 荣获中央宣传部第13届 精神文明建设5B工程奖的小说 原江干部创作改编的同名电影 在新疆开机 电影以中央对口原江工作为切入点 讲述了两代原江人 在祖国西部励志奋斗的时机 近日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 会议选举产生了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新一届领导机构 文艺志愿服务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年来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走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 从祖国海江 海南三沙 到一步跨千年的大梁山腹地 从雄安新区建设现场 到湖北云溪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文艺志愿者的足迹 遍布农村 工厂 学校 部队 哪里最艰苦 哪里就有中国文艺志愿者的身影 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一层展览馆 剪纸 动绣 快板 书法展示等 成为中国文艺志愿服务十年成果展现场 最热闹的互动区域 此次中国文艺志愿服务十年成果展 包含走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创建新发展的生态圈 争当新征程的排头兵等部分 通过图文 图表 视频等全面展现 中国文艺文艺志愿服务十年来的工作成果 您好 老师您好 我们学剪个五角形吧 我们首先把这张组边对边对折 把中心线的下端向上直 找这个边缘线 重新二次对折 现场教学 剪五角形一秒钟剪出来 任意一条线剪掉三分之一 就是我们所要的五角形 我这样剪 可以 剪断 对 剪掉 你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打开吧 一颗红心 好不好学 我一直志愿服了很多年 大家都参注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学习 当剪出作品的时候 看着他们满意的笑容 我就觉得我们这件事做得特别值 志愿者本身都是志愿 志愿把自己的时间流出来 奉献给这个社会 奉献给人民 其实文艺就是一颗种子 你把这个种子剥洒下去 那么最后接触的都是遍地的花呀果呀 一定要跟百姓最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新贴心 自2013年成立以来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通过举办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 送欢乐下基层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计划家等系列活动 以及与人民同行时代风尚特别结果 将文艺志愿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我做志愿服务这么多年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到新疆的塔城 然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3哨所 它是一个夫妻哨 夫妻哨一般是12年一轮 这对夫妻必须要坚守12年 保证这个边境线的安全 他们舍了小家 保了大家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 当时我们就急性跳了一段双任务 有一次去一个偏远地方 当时老乡说了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 呀 太好了 都看到了 活的了 喘气的了 这个话很生动 老板心他就是这么讲话呀 就是这么接地气啊 真的是走下去以后 你才能够感受到土地的温暖 老板心的那种现场感 那种亲切感 那种回馈 那种直接的反应 他对你喜不喜欢 他希望你在电影电视里边 怎么呈现 其实这些他都告诉你了 这样以后 你才能够创造出一部经典的 留得下来的观众叫好的作品 我觉得你可以 七七再放下来一点 正在一对一 手把手给学生传授声乐技巧的 是青年歌唱家王哲 跟随中国文联 唯一致命服务队十年 他指导过的声乐爱好者 及专业歌者不计其数 他的声乐辅导培训课 我的声乐学习笔记 也在一次次的线下讲座中 被大家所喜爱 嘴巴放在这个地方 能张 上下张 请 应该说我的声乐学习笔记 也是跟随我们协会共同成长的 我倒觉得我的声乐学习笔记 更加有血有肉 有情感 在张业的那一天 从晚上六点钟 一直讲到晚上十点钟 大家都不走 老师再听一首再听一首 其实就是当时他们对我变化 就练声的时候有变化 然后唱歌作品的时候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就体现我们的价值了 从舞台到现场 从网络到现实 文艺志愿服务 在一次次下基层的采风创作中 推出了歌曲《热爱》 《赶往路》 丰收《中国年》等展现了 国建设发展成就的原创作品 这首歌其实是延续了 我以往那种活泼动感 新时代的老区 它一样有时尚的 有朝气的 而且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的历史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 这样有力量的歌曲 能够对生活有信念 有信心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乡村振兴 2019年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 苏绣飞衣传承人姚建平 带领动绣绣娘走出大山 在广西三江动组自治县 姚建平手把手地 教当地绣娘技巧和工艺 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也成了他们收获的精神寄托 加深提升他们的综合专业性 真正实现用自己的用花针 秀美 移住成 秀福一方人 实现女性的自身的美丽人生 十年磨一键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在宋文化 众文化 传精神中 持之以恒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 深入基层采风创作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希望我自己能够起到一个 鼓与呼的作用 不仅仅是希望更多的文艺工作者 能够参与其中 以己之长 弥补他人之短 这种志愿服务工作 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 能够去引领时代风尚 这样去建立我们新的 文艺志愿服务的良好的生态 不断地能够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让大家感受到精神 所带给大家的幸福感 安全感 获得感 未来几年呢 我们想志愿者这个服务呢 会很多 还有各个省市的文艺工作者 我们也想把他们联合起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其他一个省 那我们可能北京的演员 我们就少带几个 那么就用当地的演员 这样呢也可以让当地的观众来参与 也给他们一些机会 也让他们在志愿者这方面 来展示自己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